烧烫伤紧急处理步骤 烧伤是指高温、化学、电流或放射线物质等对人体所造成的伤害或坏死 常见发生于幼童、年老者、精神状态异常或活动受限者 一旦皮肤受到损伤,不仅美观受影响,更严重的是造成全身性的感染 但烧伤危险无所不在,日常生活中不可不慎 烧伤的原因分为五类 分别为热烧伤、吸入性灼伤、电烧伤、化学性灼伤、辐射线烧伤 烧伤深度分为四度 第一度为表浅性烧伤 第二度为深层性烧伤 第三度及第四度为全皮层烧伤 一度烧伤,常见于烫伤或晒伤 受损部位为表皮层 皮肤会有发红、疼痛、麻刺感 通常三至五天,伤口可自行愈合 二度烧伤,常见浸润于热水中 受损部位为表皮及真皮 皮肤会有水泡及剧烈疼痛的情形 三度烧伤如火焰烧伤 受损部位以伤及皮下组织 皮肤颜色为白或黑 外观已有交加形成 需要皮肤移植治疗 四度烧伤,常见于电烧伤 受损部位以伸及肌肉骨骼 且已丧失感觉 烧烫伤的处理 烧烫伤发生时尽快去除伤害源 是最重要的当务之急 烧烫伤五大紧急处理步骤 冲、脱、泡、盖、送 是最佳烧烫伤的急救处理五步骤 冲是指在流动的冷水冲洗 约二十至三十分钟 尽快让皮肤的表面温度下降 减少继续的伤害 脱 充分泡湿后 在冷水中小心去除衣物 或用剪刀剪开衣物 如有水泡 切勿将水泡弄破 若衣服与皮肤沾粘 切勿强行剪开 应留置医院处理 若有戒指、手表、手环等 要赶快去除 避免之后肢体肿胀 泡 在冷水中持续浸泡三十分钟 将余热去除 可减轻疼痛 盖 用干净的床单、纱布或毛巾衣物 覆盖伤口 不在伤口上任意涂抹任何外用药 送 拨一一九或自行前往临近医院治疗 烧伤处理的紧急处理口诀 冲、脱、泡、盖、送 请大家一定要谨记在心 这样才能将伤害减到最小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